第一件事就要跟大家讲一下新闻 俄罗斯方面 他们的外交部官员 接受专访 这是外交部北美司司长 达尔奇耶夫 接受俄罗斯通讯社塔斯社的访问 美国国会讨论可能宣布俄罗斯 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俄罗斯的外交部司长 他就说如果美国这样做 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挽回的局面 就会令到两国的外交关系 受到严重的损害 会导致两国关系降级 甚至是断交 达尔奇耶夫就说 美国越来越成为 乌克兰局势的直接当事方 但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就没有造成重大的影响 达尔奇耶夫就表示 这个行动目标 我们都会继续实现 他也说到俄罗斯不希望 和美国或者北约发生冲突 俄军正在有系统摧毁 西方运送给乌克兰的武器 但是西方向乌克兰 供应远程武器 就会导致俄军的行动地域扩大 俄罗斯就不会允许 乌克兰领土上有对 俄罗斯和俄控地区 构成直接威胁的武器 他也提到暂时看不到 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理由 又说美国必须尊重俄方的利益 才可以修补两国关系 我昨天就看到一个报导 他们当然是说西方的角度 西方的角度很有趣 他们就认为 这个乌克兰是正在赢 一定可以打赢俄罗斯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这个 我就觉得很奇怪 现在你们西方有没有真正给多些武器 给这个乌克兰呢 有 但是那些武器暂时 根本没有可能 造成一个 变局 所以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觉得 这个乌克兰是一定会打赢 是真的不太理解 不要紧了 俄罗斯方面 他们又有公布的 他们国防部就说这个俄军和亲俄武装 已经彻底控制 轮近 顿涅茨克市的 佩斯基村 但是 乌克兰方面 他又出来说 不是啊 我们现在还在激战 俄罗斯国防部又说 俄军就在 喀拉玛托 以斯克地区 摧毁了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发射装 和佩套的弹药库 俄军又在 尼古拉耶夫地区 和哈尔科夫地区 就击落了 四架乌军的无人机 在 哈尔松地区 就攔截了 四粒 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佩套的 火箭弹 这个就是 俄罗斯国防部讲的 那 乌克兰就不承认了 其实乌克兰就吹了很久 就会在 这个哈尔松地区大反攻 那我稍后会讲一下那些细节 因为吹了很久了 他们都 但是 现在是没了声气 那我们会讲一下 那个情况是怎样 好了 另外呢 就是 乌克兰的中顾民 那他呢 出来说话 当然是 也是媒体访问他的 那这个就是 总统办公室顾问 叫做波多利亚克 他说目前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对话 就纯粹是 只是 召唤战夫这些人 道主义层面 那 乌克兰军方就说 乌克兰在 雅波罗尔方向 就击退俄军的进攻 就逼到俄军就后撤 在 哈尔松南部地区就 摧毁了另一条对 俄军置为重要的桥梁 那么 俄军就在 这些战事初期就控制了哈尔松市 乌军 现在就在展开反攻 因为他们是这样说的 但是 没有实际的东西 在 地上 是没有东西的 其实就 当然 这个 乌克兰和俄罗斯 在军事和政治领域 现在是没办法谈的 但是 劳金斯克的州长 盖袋他就说 俄军礼拜五的时候 就试了在 利西昌斯克 连油厂等地 发动进攻 同时就在 波帕斯 纳亚一边就向 巴克穆特方向推进 乌克兰的军队 他们就说 是挫败了俄军的攻势 这个 很奇怪 这个 实际上 行动好像真的没什么 虽然连西方的媒体 都是质疑 喂 你们好像真的没什么行动 好了 要说一说 之前在 美国遇刺 那位 撒旦的诗篇的作者 拉习迪 拉习迪 他继续在医院的 就要呼吸 K呼吸 疑空 落案 告他 去企图谋杀 那个疑空 24岁 叫做马塔尔 就 去法庭提堂之后 就继续还押 就不可以保释 拉习迪那个 经理人就说 拉习迪 有一只手臂的神经断裂 还有肝脏受损 还可能没有了一只眼 其实 接着我听回西方的媒体是怎样形容 拉习迪秩的呢 原来 这个 哥就是 有刀的 然后就冲了进去 然后就狂刺 是乱按刺的 刺了很多次 最初我以为他刺了一下 那些报道 不清楚 但是 电台就报得很清楚 就说 他一冲了上台 就是狂刺的 那个人 那 那 就是这个拉习迪他 周五的时候 当然是演讲的时候 就被人襲击了 他的颗和肚子就刺伤了 其实原来是 停无停地狂刺他 这个 疑空是 那当然报道也有说到 就是现在的执法人员 看回马塔尔的社交平台就发现 这个马塔尔就同情 这个什叶派的极端主义 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人 当然拉习迪1988年出版的小说 撒旦的诗篇 撒旦的诗篇 就引起了很多争议 他很有趣的书 其实里面 你说他是不是全本都是 针对穆斯林 其实就不是 但是里面他有没有 讲了一些 不给面子 这个穆罕默德的东西呢 其实就有的 这是有的 这样的情况 当然 这本书 在 穆斯林国家来说 就觉得是 涉毒神明 拉习迪 之前 就受到伊朗的死亡威胁 当然是 那 那 这个拉习迪 他遇襲受伤 其实 伊朗政府是没有出声的 但是呢 在伊朗有一些很极端的报纸 就对撕习者的行动 是赞赏的 我的看法就是 这样 很难说得通 但是 这个 拉习迪 他有没有写一些东西 是涉毒 这个 伊斯兰教呢 在某些 伊斯兰人的角度来说 就觉得 是有的 伊斯兰的信徒来说 就有 或者穆斯林来说是有的 所以有些没办法 那 拜登又出来了 拜登 他就 谴责了 针对拉习迪的 恶毒 襲击 拜登在声明那里 就赞拉习迪 拒绝被吓倒 或者保持沉默 那么 拜登和他老婆 就和所有美国人 和世界各地的人 都为拉习迪的健康 和康复祈祷 拜登这个真的是祈祷总统 每一次 有这样的 襲击事件 他来说 我和我老婆 和美国人 和世界各地的人 一起为 伤者 或者死者 祈祷 或者死者的家人祈祷 拜登也是这样的 拜登是 哈哈 是这样的 没办法 这个是 这个就是 长期都是这样的 很奇怪 很奇怪 好了 现在在阿富汗 应该我们也会详细地说一说 阿富汗现在难搞的地方 阿富汗他们的首都 赫布尔就有几十个女人抗议 那些女人抗议就被塔利班武力驱散 他当然要庆祝一下在阿富汗 我们就掌权一周年了 有四十个人抗议就在赫布尔那里示威 那 抗议的阿姐就说要面包工作和自由 就在教育部在赫布尔的建筑前面游行 那些人就写了一张纸 就是写着 那些话额就写着8月15号 就是黑暗的一天 8月15号就是 塔利班重夺阿富汗的控制权 那当然 女人他们要求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要求有工作 和 参与政治的权利 我支持他们的 参与示威的女士 他们也没有戴面纱的 那 我就觉得 没有戴面纱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 这个塔利班的人员 就向天开砰砰砰 有部分的妇女就进了店铺避 结果 塔利班的人 就拿着枪的枪托去打女人 那竟然 那些记者也被人打 那我就觉得 对女人这个就不公道 这个阿富汗是 不过我的看法就是粗浅 当然有些人说 不过他们 一定会 就是 会走这些比较传统的路线 但是传统你不能够 歧视女性而已 你要与时俱进 对不对 要与时俱进才行 这些东西 对不对 不可以随口说的 随口说的 随口说就当避级这样 这些就不适合数 对不对 另外 还有些 不是太好识识 就是昨晚的消息 就是 西班牙那里 就有个户外音乐节 户外音乐节 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阴风 有些强风突然吹起来 就吹到舞台 有些布置就倒了 死了一个人 40人就受伤 这件事就在 星期六凌晨的时候 在地中海沿岸的 库列拉市 举行的一个阴节 相信有些片段就上网了 那个舞台就被强风一部分吹倒了 那些杂物就飞来飞去 还有一个广告牌就倒下来 现场人士就纷纷走避 主办单位之后就暂停了 音乐节的活动 但不只是这里有些怪风 之前有个网友在巴西 他也发了一条片给我看 又是有些不知道什么怪风 就吹倒了一个广告牌 很危险 现在 那个情况就是 气候变化 和那个极端天气一出现 有些怪风 出现就会死人 所以 这些都是 难搞的事 好了 另外 还有一个讯息 就是 都是乌克兰俄罗斯 那 还有两只运量船 就由乌克兰 黑海港口出发 去土耳其 那这两只船 就在什么呢 一只 三千吨葵花子 另一只 一万二千吨粟米 这个也是好消息来的 那大家都 就是 看到这些情况都开心了一点 我相信 这个就是 俄乌和土耳其和联合国 在黑海港口 那里 运農产品的问题 有协议之后 这个月开始就有很多运量船 进出乌克兰南部的港口 负责协调船 安全进出的联合协调中心 这个就是俄乌和土耳其 再加联合国控制的 那就有16只运量船 装了45万吨穀物 就离开了乌克兰 另外有6只船 就进了乌克兰 展开相关的货运业务 那 其中一只挂着 黎巴嫩国旗的船 就是联合国粮食计划 处租用的运量船 已经去到乌克兰 由日内港 将会装23000吨乌克兰的小物 作为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那好些了 非洲那里已经好些了 运去吉布提和埃塞维比亚 乌克兰就希望 继续可以用海运 出口这个谷物 他们就想 每个月就300万吨 如果可以出到这个货币 大致上那个粮食问题 就解决了 大家的粮食价格的压力 就应该会减低一点 希望 他们可以做得到这件事 我很担心这件事 就是最穷的人没得吃 最穷的人没得吃 其实 全部人都是一起吃饭的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就再讲一下国内的消息 休息一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